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4月8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大盘走势的部分 在这个礼拜已经先连跌了4天之后 这个地方高档已经回跌了560点 今天终于出现个反弹 指数开高急拉上去上涨百点之后 高档来做震荡 收盘上涨105点 以17284点做收 不过今天的成交量又急缩下来 只有2456亿 价长量缩到底大盘在这地方 是不是只是一个反弹 让你来做逃命的呢 还是这个行情拉回来 像很多投顾老师所说的 不用怕拉回找买点就对了 那重点今天指数涨了105点 可是外资又卖超了115亿 超过百亿以上 而且统计下来 今年到今天为止已经大卖了550亿 这是历年来台股这个外资卖超 已经才这个4月初而已 居然已经创了这个新高了 那到底外资为什么这个地方 对台股是卖个不停呢 很多人很纳闷 不是现在本益比很低吗 殖利率很高吗 这应该长期投资啊 怎么最喜欢长期投资的外资 反而现在一直卖一直卖 到底要卖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部分好针对盘式 针对外资的一个动向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做一个 详尽的说明 重点一开始 当然还是先按照官吏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4月8号 第一通指令9点07分发出 你看到每天第一步 我们都不是在盲目追高杀低 而是先观察清楚 军天盘式的结构 会怎么走 再来决定该如何操作 适合做多买进呢 还是适合做空先卖 那今天看到美股 礼拜四震荡收平 小Nex的起指 早盘也是在平盘附近整理 那台股指数 今天开高反弹 一开盘没多久 就上涨了大概白点左右了 那首盘是一个多方量 但是也只有217亿 预估量则在2000亿出头 出现个急缩的现象 那起指的涨幅比现货略为小一点点 所以我研判 今天指数应该是开高 急涨白点之后 接下来就在高档 量缩震荡整理 看看个股有没有各自表现的机会 那盘中当然都要持续关注台币的汇率 跟国际盘走势的变化 所以今天一早9点07分 就已经帮会员朋友定调 今天的盘是研判 大概开高之后量缩震荡 那也如我所预期的 一直观察到了10点49分 大盘就在这地方开高之后 高档量缩震荡 那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空间 这种状况 我们比较去难找到 符合条件 足够胜算的个股 来适合来做操作 这指数开高极啦 然后就停在那里 你说追高也没有什么机会 放空也没有什么获利 所以这种状况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当冲作战 建议会员朋友修兵个一天 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继续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这是我们操作原则 坚持不去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来做赌博的动作 当然讲到这里 总是有一些头顾老师 都觉得 县荣老师 你这样太保守了啦 因为当一个头顾老师 大家也知道 我们坐在这边 提供大家一个专业的解盘 但是同时这个也是要付 这个地方电视台 所谓的节目费 这都是我们的成本 用意当然这地方 就是希望有投资朋友 能够加入 对不对 那很多头顾老师 为了要多 这个地方收一点会员 所以呢都觉得 做股票 当然这个地方解盘 第一个就是要 这个地方吸收会员 所以永远就要这地方 带大家赶快多买一点股票 这样上电视才有东西可以表演啊 所以你看到很多头顾老师 每天都会有变出来 不一样的股票在那边涨停板 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这样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呢 可能当然他每天都有股票 在那边表演 今天又有谁涨停 今天又有谁涨停 哇这个地方一堆人跑去加入 但是到最后 你看到这些人 真的能帮会员赚钱吗 内行的人都知道 到最后很多都假的 那谢荣老师也再三强调 我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在这市场上 立下一个所谓的标杆 让大家知道 这个市场 什么叫做真正赚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团队 所以保护会员朋友 你会看到 永远是我们操作第一要务 宁可让别人说 我们比较保守 没错 我们也承认 因为保守 我认为就是在保护会员朋友 这永远是我们操作第一要务 而要真正的能够帮助会员朋友 将获利放进口袋里来 才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要达到这样的使命跟责任 要能够真正的有机会 将获利放进口袋 现龙老师做股票的原则 就像孙子兵法军行篇所说的 习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以之一代敌之可胜 不可胜者手也可胜者工也 股市如战场 常胜将军 为什么人家能够成为常胜军 因为出兵作战之前 他就会去评估 没有好的机会 宁可采取守势 等到看准了机会 胜算够高了 再来做进攻 所以今天的盘市开高之后 量缩在那裡 瑕福盘旋 你说做多做空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获利机会 我们也就不要出兵 宁可采取守势来做修兵 等待看准了机会 像前天操作中美金 利多频传 发现大户这地方持续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建议先卖后买 那一天一早还平均这地方 卖在172.75 最高来到173元 等到这地方出量下沙 早盘172.5到173 先卖的中美金 市价170.5附近来做买回 两块多的价差 100万做个7张 一天加薪个15000 看准这样的机会 我们再来做出手 上个礼拜我们做亚信 218以上短空 215以下买回 三块价差 五张也是1万多 放进口袋 创围那天卖在这地方 302的价位 沙下去299以下买回 又是三块价差 四张也有1万多的一个获利 放进口袋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再来出手 或是像散装航运 这地方之前做会洋KY 先卖后买 一趟赚了1.75元 12张2万多 一趟再赚1.25元 12张也有1万多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再来做出手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 操作的原则 看准的目标 才要帮货员朋友 来做精准的出击 当然县荣老师必须再三强调 我们真的不可能说 做当冲天天都要赚 做当冲 一样不是天天冲 一样要看准的机会 再来做出手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 你天天都能够有赚钱机会 但也再强调一次 我们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跟着我们做当冲 我们当天进 当天一定会带你出 绝对不会做凹单的动作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一千多档两千档 我们只会找最有把握的顶多两档 来做操作 所以我们不会爆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十趟 每天最多两档 那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也会休息 绝不是勉强在那边出手 第三个 我们第三个保证 我们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我们休兵 所有会员朋友 当然都是休兵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得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要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而且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钱没赚钱 你看到现隆老师 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只求认同现隆老师 这样子操作理念 我们采取稳中求胜 不拿血汗钱去赌博 要等到看准目标 才要精准出击 认同现隆老师这样 每天有赚没赚 都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行情 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的 欢迎大家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来谈到这个盘式 那还记得大盘在3月8号 那时候俄国正式出兵乌克兰臭 台北股市跟着全球股市 连续三天下沙 跌到16784的低点 一口气爆出4000多亿的大量 当时我们都提到过 那指数震荡向下格局 破低低档这地方利空出来 重挫爆巨量之后会怎样 又有机会另外一次的反弹 那结果大盘也真的反弹了千点 上个礼拜最高已经来到17770 那只是这个反弹上来 当时我们也提醒过 这地方虽然说指数的部分 看起来没有说 你马上就要这个急速下沙的一个 这个讯号 但是你仍然要提防 第一个美国科技股 Nestek指数的一个半年线MA100 已经跌破了他们的年线MA200 那之前是因为跌得太深 所以会反弹修正复乖离 但是当时反弹也已经来到 半年线的压力区了 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会怎样 反转再度的下沙 那当然也提醒过大家 台股的部分你不要只看 加权指数反弹千点就好 重点在台币 贬市没有停下来 外资都还有可能的地方 继续将台股当作提款机 这个危机都没有解除 那果然你看到台币这波 又汇率持续的往上扁 又创了新高破了新高 外资昨天也大卖了447亿 今天再卖个100亿 让指数的部分 昨天是一口气重挫343点 再度跌破了年线了 当然重点来了 这两天很多新闻都在讲 外资又大卖了 累计今年到昨天为止 卖超台股已经5400亿 今天又卖了100多亿 已经5500亿 创了历史新高了 这才4月份而已 重点是很多人都很纳闷 台股的本益比现在才14倍 看起来很便宜 殖利率高达2.56% 是全球股市排名第三高的 哇这应该是长期投资的好标的 为什么外资不是长期投资吗 反而在这地方大卖台股 要卖个不停 到底要卖到什么时候去 好这个部分我们今天 也跟大家稍微来做一个探讨 其实这样说好了 还记得去年这个地方 7月份我在解航运股的时候 当时提到 其实航运它就是标准的景气循环股 那景气循环股操作的口诀是什么 当本益比很高 获利很差 景气在股底的时候 那其实是买点 像这地方之前 这个万海 一季的一个EPS才0.04 一年赚起来不到一毛钱 股价不到20块 算一算本益比其实是100倍的 那100倍的本益比很高吗 你觉得很贵吗 你会发现股价20块而已 不到20块贵不贵 其实当时是在长线的低档 那等到获利大好的时候 这个去年第一季 EPS一季就赚了6块多 股价这个一年算起来 哇三四十块的EPS 股价才二三百 对不对 本益比才10倍 10倍本益比很便宜吗 你看到200多块 20块的股价你觉得很贵 200多块觉得很便宜吗 人家最长线的投资人来讲 会在本益比看起来很高 其实股价是在低档的 这里在做布局 等到获利很好的时候 去年两三百块的万海 我们讲过 那个是低本益比 景气达到高峰的时候 它的一个卖点 这是景气循环股 那你说跟台股的大盘 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就这么说好了 你就把一个这个股市 一个国家的股市 台股的大盘 当作一档景气循环 超长的大型景气循环股 那同样的这种超长线 投资人像外资 也是一样会买在 高本益比的景气股底 卖在低本益比的景气高峰 像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之后 台湾的上市 各位公司 获利大幅度衰退 因为金融风暴 本益比一度是高达多少 125倍 看起来本益比好高 那时候指数最低 刹到多少 3955 结果你看 刹下来本益比看起来 100多倍的时候 外资开始这样 一路的在做买进 人家在做什么 减便宜 在获利最烂 股价在便宜的低档 人家在减便宜 等到这两年这地方因为疫情 种种的因素 很多公司都赚了一波所谓的机会财 那所谓的机会财 不只是说卖口罩卖疫苗什么的 其实举个例子 车用晶片 不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一堆上市 一堆车厂 不敢进货 对不对 那这地方等到需求开始回升 手上没有晶片 才大幅度下单 结果产能这个地方排不到 这造成车用晶片大缺货 那这不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吗 所以你看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公司就因此这样子 赚了一波机会财 这地方大缺货之下 赶紧overbooking重复下单 那使很多公司这样 那获利大幅度增加 但是问题也出在 那机会财赚过一波 股价已经炒到这个地方了 本利比看起来只有14倍 很便宜吗 其实股价是在历史的高档 那对外资来讲 人家在这地方获利很差 股价的低档一路在买进 减便宜 这时候股价涨上来 哇长线的外资 不逢高获利了结 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获利不好了 股价又跌下去了 才来低档去砍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这才是外资 为什么这个时候 持续在卖台股的原因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大陆那边不好 上海那边不好 香港那边不好 所以卖台股 那个其实我觉得逻辑都是错误的 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两年 很多公司赚了一笔机会财 获利大增之后 股价已经在高档 人家当然要卖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说接下来台股会怎么走 再提醒大家一次 当然现在指数的部分 年限再度失守这没有关系 重点是后市的筹码流向 台币的汇率 跟美股科技股的走势 而目前如果说 融资大减之后 外资的卖压能够减缓下来 科技股能够 Network就能够指稳 当然台股还是有这地方 占回年限的机会 但如果说这地方 外资还是持续在卖 台币还是持续在扁 美国科技股正是我之前所说的 半年限年限向下交叉了 这时候反弹结束再度下杀 当然台股我认为说 先破低这地方 等到大家恐慌性杀盘之后 再来一次反弹 这个可能性会是比较高 但无论如何即使指数再创新高 你永远要记得 现在最多人在追逐的股票 不要想说未来指数 能够拉上去就好 很多股票主力已经出完货了 高点就不再来了 去想一想 当指数涨到18619的时候 去年一堆人去追高 今天涨停板也才在多少钱 距离688早就已经转头一场空了 敦泰298跌到140 早就转头一场空了 上尾头180掉到90块 指数创新高 你看到他们能够解套吗 遥遥无奇 所以长龙你看指数反弹的千点 也都是继续向下破底 所以这里我都提醒大家 指数能不能够再创新高都是一回事 当你发现手上的股票 业绩数字在下滑 警惕趋势已经向下 更要注意的是那种 纯靠题材炒作的投机股 该跑就是要跑 反弹要跑就是要跑 最好进场之前都预设好停损 万一不对跌破停损 马上就跑 这样才能够留得青山寨 随时都还是有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在这个阶段我都提醒 指数的部分高档来回震荡 继续留意筹码流向台币汇率 跟美国科技股 那我们要把握赚钱机会 但是风险更不能够忘掉的情况之下 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就是采取我们的快打当冲 因为我们的当冲 讲求的是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重点有赚没赚 盘后保持空手 这样才能够先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让你高枕无忧之下 稳扎稳打的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我们也再三强调 我们的当冲 不是避减金 每天要杀劲杀出个几十趟 不是每天都买买买买买可不停 而是按照专业的手批 第一步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当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最后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像今天这个盘式 没有好的机会我们就休兵 但看准了机会我们就做攻击 中美金一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户是在进货转强讯号 我们就转多先买 209买进拉高213以上卖出 4块加差 5张一天就加薪个2万块 稳稳的放在口袋 你说后来中美金跌下来 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当天进当天出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保持空手高枕无忧 碰到整理盘了 我们就反向采取短空模式 预测拉回 先卖跌下来再买 像同样中美金 这礼拜我们就反过来 大户已经在这反手出货了 我们就短空先卖 卖在172.5到173之间 煞下去 170.5买回 2块多价差 7张1万多 不止这个中美金赚 上礼拜亚信3块价差 5张也是1万多 创围3块价差 4张也是1万多 长隆行低价股 40张也是1万多 对不对 惠阳KY做过两趟 一趟12张 这个2万多的 一趟12张1万多的 就是这样稳扎稳打 那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大盘开高 亮素震荡 你说做多做空 都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修兵个一天 等看准了金目标 再帮会员朋友找个赚钱机会 坚持不拿会员朋友 来写汉钱去赌博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如果说投资朋友 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更认同仙荣老师家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没赚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来找我们 为了要帮助大家 这个礼拜特别 帮大家争取的 富佑节感恩大回馈 40%的大回馈 加上神秘的礼物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要来做结案了 广告休息时间 今天都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感谢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专专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极老师 极品超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今天大盘板坛涨了105点 但是价涨量急缩 而且外资又卖了百亿 后面的行情 我们仍然要步步为营 提醒大家 那在这里来看的话 指数的部分 即使未来能够再创新高 现在最多人追逐的股票 你看到当主力出完货 很有可能又像之前的 这个什么IC设计 这个散装 这个航运股 每次散户追进 逐利出货 然后高点就不再来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都提醒大家 你的操作 先想的是什么 风险 赚钱机会 要把握没有错 但是风险意识 绝对不能少 那怎么办呢 当然最好的策略 尤其对小资族来讲 跟着县荣老师 采取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 快打当冲冲战 这才是你最好的 操作策略的选择 那也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快打当冲冲战 计划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会提供 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所以我们不是 抱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 杀进杀出几十趟 没有 每天早上提供两档 操作建议 最多两档 会清楚的告诉你 该先买还是先卖 会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所以我们不是抱一档股票 叫你自己去试价追高杀低 没有 我们价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时间看盘的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 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 当然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 当天带你进 就是当天带你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那今天大盘 一开盘 开高急涨白点 随后高档量缩震荡 这种盘式 没有能够找到符合条件 足够胜算的个股适合操作 追高或是做空其实都不适合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当冲作战休兵一天 等待看准目标 再继续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坚持不拿会员盆的血汗钱去赌博 但等我们看准机会 像前天我们做中美金 那么171 2.5到173先卖出之后 出量下沙 170.5顺利买回 2块多价差7张1万多 顺利的放进口袋 好当然目标像我们之前做金红 201.5卖出 杀下去195.5买回 一口气就6块加差 做个武将一天加薪个3万 没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大资金的 当然我们只会帮大家锁定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精权潜力股 目前则在静待出手时机 不要急着出手 那如果说认同宪隆老师操作理念 想跟着宪隆老师一起这个地方 掌握赚钱机会的 都欢迎把握这次富佑节感恩大回馈 40%的一个超级大优惠 再加上神秘礼物 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 指名加入由我宪隆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